今天做完这件事情,我不希望点击它之后 才还要再按一个查询 而是希望能够当它有改变的时候 当这个里面的资料有改变 那我就自动去呼叫什么 呼叫这个查询的按钮的程序 而不需要说还要再按一下,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的使用,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比如说你将来可能 打了一个客户名称,你希望带出他所有资料 或者打了一个输入或者下拉清单 输入一个什么,一个产品名称 希望把其他栏位通通带过来 那这个地方就适用 那可是问题的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理解特别注意,需要多理解一个 所谓的VBA的一个所谓的事件 那什么叫事件 事件就是 当某一个状态发生 什么呢,储存格被改变 那怎么知道储存格有没有被改变 特别注意 各位可以把Visual Basic的环境打开之后 它这边有一个拉杆 请你把它往下拉 那你会看到 第一个 在这个地方 它只要有一个工作表 就会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一个 一个工作表的物件 那比如说,查询界面VBA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什么 查询界面VBA 就是这个 那也就是说,它就变成一个物件 在Visual Basic 就把它当一个物件来看待 那请你把它顶开来 这个 顶开来 上面一个一般 它的Worksheets 如果怎么样呢 后面这个就是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就是当 它预设是叫selection change 就是说呢 如果选取区域 被改变的话 那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触发这个事件的话 就会帮你执行了 自动去执行什么事情 OK 那不过 我们需要的不是selection change 直接用change就好了 如果当 这个工作表 里面呢 有其中一个储存格 或者一个范围被改变的时候 那就会触发 所以底下这个可以删掉 就是Worksheets change Worksheets 是一个物件 这个是一个物件 Change是一个事件 它后面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by value 这边有个叫target target的意思就是说 它那个变动的会告诉你 用什么方式 用target的这个物件告诉你 所以我如果说希望知道 在这边底下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 if 这个target target 指的是变动的 点什么呢 它的点address 点address 就是说它变动的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位置 如果说等于什么 等于 C2的话 假设 其他变动 我不管 反正能力只要帮我判断 如果是C2的话 4C2 其他不管 记得把它做一个绝对的那个位置 锁定 好 这个是它固定的用法 如果它的位置 是C2的话 才去做什么事 Enter两项 Enter if 其他的 如果其他的储存格会不会有改变 会不会有动作 不会 通通不管 那你就怎样 如果当 这个储存格改变的时候 做什么 呼叫一下什么 刚刚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叫什么名声 叫查询嘛 所以你就是呼叫他 那怎么呼叫呢 其实非常简单 call 呼叫他 call什么 查询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那个查询 贴上 或者直接打查询两个字 就完成了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VBA其实它也是一个 有点像物件导向式的 设计模式 它有点像 当你这个东 其实观念上有点类似像一个什么 一个零件 一个物体 一个 假设一个门铃 门铃被按下去 按下去这个事件的话 就是一个事件 OK 那我们今天的话 要判断说 它按的数 它更改的是 c 2的话 true 那这边我设个中断点 然后 我们来试一下 写完之后呢 那我就直接 变更 00 比如004 改成002 它会触发呢 因为我这边是个中断点 它会停下来 当它 那这个时候 address里面是不是c2 是有没有 target 点address 它会传过来告诉你 里面是c2 所以呢 一幅的这个 判断就会呼叫到这里 这个时候 会做什么 查询 所以 就会跳到哪里呢 跳到 这个模组里面的查询的 这个事件 跟这个程序 然后他就去把你这个里面的事情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呢 就 就直接就跳回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过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资料就带过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向下拉 有没有 它会闪一下 资料一样带过来 不会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在 这个地方 相对应的 所以以后呢 你只要有工作表 在VBA里面呢 也会对应到一个 它的工作表物件 当它的工作表物件呢 被改变的时候 会告诉你说 哪一个储存格 被改变了 那当你这个储存格改变的话 你就去执行什么样的程序 就OK了 所以这个观念 你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这个其实说真的 我查很多书里面 这个地方也是讲的不清楚 这个也是后来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写 写到已经最简单了 应该也很好记吧 以后你就把它当范本 以后你要完成这件事情 你把这个拿来 参考就好了啦 你也不用背啦 因为 其实城市为什么很多人很写的很难 就是把它看得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以后 累积你的范本就对了 反正你要做什么事 找到什么样的 范本 参考改一下就好了 都不太需要动太多脑筋 所以以前我在学城市的时候 我就累积很多范本 叫Tips Tips 国外很多啦 网络上很多 我就把它抓下来 以后我需要什么 就这样子 然后以后我需要什么 我就去那边把Tips 做一下 结果就OK了 不用动太多脑筋 那之所以 很多人会写不出来 是因为 你根本什么东西都没累积 所以为什么我把东西放云端上 就是希望你们自己要 累积你自己的范本 OK 你要自己自己做整理 因为我需求跟你们的需求不同 你要把 我做出来的东西 把它做个整理 那另外你也可以去从网络上去找 很多善心人士 他也许弄了很多东西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稍微 改成你要的东西 OK 那这个地方做完之后的话呢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里面怎么样 按Delete 他会怎么样 这个Delete 那应该全部清空嘛 对 他没有清空 可能要多写一个 如果 多判断一个 如果他判断的 假如说他里面 有骗洞 没错 但是呢 里面 一副 还要判断什么 如果那个里面的资料 那个里面的资料 就是 Range 所以我这边会多判断一个 是不是清空的 那这边的话 我是多写在这边 因为时间关系我刚才直接扣好了 这样比较快一点点 就打这些啦 就是把里面的顺便也清空 里面怎么顺便清空呢 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 OK 也就是说呢 如果 如果是C2变动 再来就是如果他是清空的状态 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把 C3 一直到C6 一起全部清空 反之 else 反之 才去呼叫查询 OK 多一个啦 因为 之前有同学就是 遇到清空之后 奇怪 怎么没有清空的问题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在云端上也有这一段程式嘛 我这边有 资料 如果把它清空的话 他就会跑什么 跑那个 后面这个逻辑 就是 如果他是空的 那他会把其他的 也顺便清空 C2清空 对 那其他的都是空的 OK 这样的话 这后面的东西 也会是空的 但反之如果不是空的 就再去查询 所以 如果不是空的 比如说我向下拉 去找一个 他不是空的嘛 就会把资料抓过来 这个完成的程式嘛 在 云端上面这边有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最好当然如果你可以的话 还是一定要 动手做 其实我最早在学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刚开始 花了很多时间很用功看 看非常久还是看不懂 还是不会 为什么 后来发现 因为 我没有动手做 后来我发现 我一动手做 发现 我都会了 原来 这个东西不是看的 你看一千遍 还是 还是不会 一定动手做一遍就好了 你把那一遍做完之后 你其实就会了 那 当然做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错误 没关系 我都有那个 云端的 可以让你们复制贴上 反正 至少 你要把这个整个流程 转过一遍 一定要做 但是可能我们上课的时间 没办法给太多时间 去实做 所以 一定 恐怕这个东西 还是要花到各位的那个 客余的 时间 你 就是要动手做 那做不出来的话 没关系 云端上都有程式嘛 反正你就先 Ctrl C Ctrl V 然后再修改一下 把比较可能会有错误的地方 重新再 key过 那这样我想应该至少 你会比别人 学的来得更快 不是说只有看 最重要 一定 还是要实做 那 相关的东西各位不用担心 我尽量可能 云端上面尽量补充的 会是比较完善的 你就照着做 那要累积范本 累积久了之后 以后呢 你就可以 很快的可以把那个问题 给解决掉 好